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个菲尼瑞斯的晶天管测试仪 据说这款测试仪在这种老款上面升级是非常大的 这款是防烧的 然后在测试方面会更加方便 还支持测试贴片 以它的测试的种类是更多的 今天刚好到时候来给大家开箱来看一下 这个机器到底怎么样 能不能测它所说的一些我们就说不好测的一些元件 打开包装 我们看到这个里面 上面有一个这种测试架 这样测试就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它好像还有一个测试贴片元件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测试比较大的那种管子 像这种管子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钩子 这是一个充电线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座子 这个座子是测这个贴片元件的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 这个机器上面是测这个贴片元件的 把贴片元件按在这个上面就可以测量了 然后我们来找几个元件来测试一下 这个机器的测试方法相较老款的话 在这个测试桌上面相差不大 然后我主要给大家演示一下它这个有区别的地方 第一个有区别的地方就是测这个2G管 有区别 它的这个电压会更高 然后就测这个贴片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测这种插件的这种电热锅电杆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温元表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两个机器打开 这个是老款 这个是新款 我们看测量这个尾压2G管的时候 我们看这边的测量电压是25V 也就是说我如果我这个2G管是超过25V的尾压值的话 那我就用这个仪器就测量不了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它升级之后有一个专门的2G管档 我们看一下 按一下这个2G管档 我们再来测一下 这电压达到一个46V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2G管的电压低于46V的都可以测尾压值 在我们日常维修中 我好像印象中 用到最大的这种尾压2G管的话 应该就36V 我们来测一下 然后它这个2G管的功能 它还有一个正反 你看 正常我们是这样插 A是正极就是阳极 K是阴极 我们正常是这样插 你看我拿了一个2G管 实际上我们按正常的插进去来测一下看 测试这是一个18V的微2G管 那么假如说我们这个2G管 微2G管插反了 它还会报错 看到没有 它在有一个0.82V 就是一个皮温节的压降 但是它这个下面有提示 还有一个感叹号 是说这个2G管插反了 这就是它升级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再来 来试用一下这个贴片元件的一个测量 贴片 我们先把这个座纸给它装上去 这个座纸就正反了 我刚才就装反了 我们可以看了 它如果装反了之后 这里有一个东西 它是卡不进去的 它反过来 好 我们找两个贴片元件来测一下 好 这边我找了三个贴片元件 我们来测试一下 一个纹颜2G管 一个贴片内容 一个贴片三级管 像特别是这种贴片三级管 这个私印我们看不到 有时候不知道它是一个PNP或者NPN三级管 而且它是什么参数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测出来 首先我们测一下这个2G管 2G管它是这个分针幅级的 它应该如果反了之后 它应该也会报错 最好用个东西把它压住 然后搞一个那种 有一种绝缘的镊子是比较好 我现在就用这个 大家压的时候 两边不要碰到 比较短路 然后同样我们按这个测试键 这个2G管档 然后再按测试 我们看这个纹颜2G管 是多少幅的 这是一个19.86幅 应该就是一个20幅的纹颜2G管 我们再来测这个电容 同样我们把电容和电感 是测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压住 一定要压好 测出来 这个是一个EV法的电容 测出来还有这个ESR2.48 我比较小也很正常 这是一个EV法的电容 然后我们来测一下这个3G管 3G管它是分三个角 放在这三块接触的地方 同样我们把它压住 测试 这测出来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NPN的三级管 NPN的三级管 它这个角位也有 这里标的有 一角是C级 刚好就是上面这个角是C级 这个是三 这标的有 三二 三角就是G级 二角就是E 发射级 然后放大倍数 这个A电流 还有这个B1的电流 这个电压 B1的开启电压 这个0.626V 就可以打开这个三级管了 这个是这个新款的 金钱管测试仪 升级之后的 还有一个 它是说这个新款的测试仪 它是电容测试的时候 不用放电了 那么我要来试一下看 我们还是找一个电容 我们来充上电 再来测试一下 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50V四式气味法的 我们之前用电桥测过 实测是 45V违法 我们用这个 可调电源给它充个电 我调到20V 我们要充个20V进去 已经充电完成了 我们用外表量一下 它里面有没有电压 看到没有 现在它下降 还有18V 我们就不放电 我们直接测量 刚会不会损坏这个仪器 刚才已经里面打火了 看能不能把这个容量 还测出来 我们还是测出来的 实测容量是48V 这个ESR也很低 只有0.08V 那也说我们这个电容 在测量的时候不用放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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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